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碾压之后送去抢救是呼吸微弱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碾压的过程是导致林某死亡的主要原因 因为它这个碾压的次数以及力道根本就不是正常的驾驶行为 也就是说驾驶员非常疏忽 不是一般般的疏忽 被告方主要是认为 首先死者他从四楼坠落到地下 本身已经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 他对于本起死亡事件以及交通事故都有全部责任 驾驶人他已经进到当时发现异常情况 戈登医生他马上下来查看 以及最终发现以后把车倒回去 并且报120救助 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残忍 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残忍